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留学美国,怎样拿到绿卡和高薪工作 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关心的 可能我们有的观众想到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 或者是我的亲戚,亲戚的孩子,朋友,朋友的孩子 或者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 对这个课题,这个话题有兴趣,比较关注 现在形势相对比较稳定一些 我们看到又有更多的留学生在办理签证 准备来到美国 当然还有此前来到美国的众多的中国留学生 访问学者,以及他们的家属 还有其他的在美国和在中国想办美国移民的人 我们知道过去若干年里 有无数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留学生和其他人士 那么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可能都是说 我怎样能够更好,更快的拿到绿卡 以及高薪工作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一个流行的词汇是这个叫内卷 是吧,那我怎么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卷 或者至少卷的程度轻一些 那当然了你具体呢,学哪一个专业,哪一个方向 这个呢,人各有志 而且呢,也要看个人的长处和兴趣爱好 但是从另一方面呢 那你的选择在某些方面来说也很重要 选对了呢,可以叫事半功倍 是吧,所以有的呢,讲到说不能光埋头拉车 也要抬头看路 那我们律所呢,帮助数千位来自中国的各类专业人士 取得了绿卡和签证批准 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也了解,比如说哪一些专业相对来说 办绿卡容易,哪一些专业 这个申请人他的收入比较高 那从这些方面呢 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我们了解的信息,讲一下留学美国 怎样呢,可以更好的,更快的拿到绿卡和高薪工作 那么我们先说呢,这个热门和高薪的工作这一方面 热门的工作呢,一般是指 比如说大家都感兴趣,学的人比较多的 那这里面呢,有可能是工作机会多的 也有可能呢,是工作前景好,收入高的 这个呢,并不一定完全重合 我们比如举一个例子,像会计工作 这个呢,需求量很大 一般来说呢,找工作也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呢,坦率的说 有很多呢,可能会计类的工作 尤其是在入门的时候 起薪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那么其他类的热门的工作 包括哪些呢 比如大家知道有计算机 Computer Science 有呢,这个数据科学 Data Science 有统计类的,比如说Statistics 包括生物统计啊 在药厂啊 在其他的地方做这些统计 然后还有哪些呢 还有一些这个商科 以及这个金融 还有比如法律等等这些方面 比如说当然学商科的人很多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找到理想的高薪工作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这方面的career path 也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这个机会比较多 那么学这些专业呢 往往有可能拿到高薪工作 比如说学计算机工作 毕业以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的在这个硅谷啊 大的公司工作 是吧 可能起薪会比较高 这个total package 整个也比较多 那这个当然是好的地方 那么从joback角度来说呢 有的时候呢 办签证和绿卡不容易 当然你个人啊 是在人为 如果做的比较突出 那么有可能呢 可以得到雇主 对签证的支持 但是呢 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H1B签证需要抽签 是吧 有的时候呢 即使有了雇主的支持 也有可能签证没有 这个抽签 没有抽到 是吧 这个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很多人曾经面临 或者正在面临 或者将来将要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个实际的困难 那另外呢 在这个办绿卡 这方面呢 那往往呢 是办的是职业移民的 Perm Labor Certificate 这样的绿卡 这个一样呢 首先你要取得雇主的支持 有的雇主呢 在这方面比较配合 比较nice一些 你在入职以后不久 就可以开始支持你的绿卡申请 有的雇主呢 并不在意 你只要有工作签证 就可以为他工作嘛 是吧 那雇主要求说 你要在这里工作两年三年 或者更久 才能开始办你的绿卡申请 而且有的时候呢 这个事儿一样 也不是雇主就能够完全确定 比如说 一个大公司 像Facebook 前一段呢 他就遇到了 来自美国政府和民间的挑战 有这个Lossio的 就说呢 这个Facebook在雇佣人员的时候 对于美国的劳工 专业人士 有不公平的情况 这样呢 他的这个Perm绿卡进程 就被迫必须要停下 这样呢 那在这里工作的人 如果还没有绿卡 那么也就还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总体来说 你学某一些热门高薪的工作 这个当然找到工作 Career Pass方面会比较好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 这个办工作签证 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有一定的运气因素 受到限制 办绿卡也有一些限制 那么从另一方面 哪一些专业 办绿卡比较容易呢 那比如说你如果做基础科学的研究 包括生化环材 包括物理 数学 以及其他类的Science 和一些Engineer的研究 那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专业呢 那申请人呢 他除了雇主支持的Perm绿卡 还可以办自主申请的 EBYA杰出人才 NIW国家利益豁免 这样的绿卡 或者呢 也可以办EB1B 这样的科研人员的绿卡 虽然需要雇主支持 但是也不用排期 那顺便我们讲到呢 这个大家知道 最近绿卡排期 前进的比较快 EB1呢 不需要排期 EB2包括NIW排期呢 估计在三年左右 尤其在今年十月以后啊 估计排期会稳定在三年左右的时间 那EB3呢 排期估计会在两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个排期时间并不算长啊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如前面提到 如果你通过Perm办绿卡 那你需要雇主的支持 配合啊 那如果你是科研人员啊 有论文发表等等 做的这个科学研究 那么有可能可以办EB1 和NIW 这样呢 路子就更多 这个是关于绿卡 那关于工作签证也一样 那H1B呢 如果你在公司工作需要抽签 如果你在大学工作呢 你也可以拿H1B 可以不用抽签 另外呢 如果你有科研成果等等啊 那么你在公司工作呢 也有可能办O1签证啊 这个呢 如果你只是计算机的程序员 那就不一定 但是如果你是科研人员啊 有科研成果 那么就有可能符合O1的条件 可以参考我们律所 关于O1的其他的视频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当然了 有一些人呢 也可以办J1签证 J1呢 当然不是那么理想 因为还要有一个豁免 或者回中国服务期的问题 但是呢 至少也可以增加了一个Option 所以呢 简单来说 你如果做科研方面的工作 如果学这些专业啊 这个Basic Science 以及Applied Science Engineering等等这方面的工作 有论文发表 有科研成果 那么在办绿卡和办签证方面 有更多的便利 所以呢 前面提到两种情况 有的工作 可能有的专业 这个找工作容易 收入高 但是呢 办在美国的身份 包括签证和绿卡 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呢 有的专业 可能办绿卡和签证 要容易一些 机会多一些 但是呢 工作机会少 收入可能并不那么理想 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 那么有什么办法 能够把它们结合起来呢 有的 比如说呢 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里面讲到 杨过和小龙女 有这个玉女素心剑法 可以叫双剑合璧 这个互相配合 那么梁宇生呢 在他的武侠小说 《平宗侠有怒》里 也写到 比如这个主角 张丹丰和云雷 也有这样的双剑合璧 两个人互相配合 那么用在绿卡申请里面呢 比如说 如果说配偶双方 分别学不同的专业 一个人可以为全家 比较方便的拿到绿卡批准 包括签证和工作许可 因为我们知道呢 拿H1B的人 如果配偶拿H4签证 H1B holder的140批准了 哪怕排期还没有到 拿H4签证的人呢 也可以办H4EAD 很多许许多多的印度人 就应用了这一点 那么即使绿卡排期 1157 要等很多年 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可以用H4EAD来工作 所以呢 回到前面 讲到夫妻两个人 或者配偶双方 那么可以一个人呢 解决工作许可 签证和绿卡问题 解决在美国的身份问题 另一个人呢 解决这个career pass 收入的问题 当然了 这都只是暂时的 对吧 那双方呢 都拿到工作许可 或者绿卡以后 双方都可以有更好的 事业发展 career pass 那么除此以外 如果说 我就是一个人 有什么办法呢 那当然也可以 同样呢 比如在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里头讲到 小龙女后来学到了 周伯通首创的 郭靖也学过的 分心二用 双手互搏的办法 就想到 说我自己一个人 可以一只手 使全真剑法 另一只手 使这个古墓派的玉女剑法 一个人就可以达到 双剑合臂的效果 小说里专门写到 两个人即使心意相通 也不如这一个人 心意如电 用起来很好 然后呢 小说里面讲到 小龙女用这个办法 击退了啊 这个众多的高手 是吧 那那个用在绿卡申请中 得到的启发是什么呢 比如同一个人啊 那他也可以学不止一个专业 是吧 包括前面讲的 有科研专业 也有热门的高薪工作的 这样的专业啊 那比如说 也有computer science 也有physics 或者math 或者其他的 比如说chemistry material science 然后同时另外也在学了 statistics applied math 或者这个 bioinformatics 或者是data science 像这些啊 等等 当然了也还可以学 其他方面啊 然后呢 那这个当然可以同时学啊 或者有的时候 如果安排不开嘛 那也可以先后来学 这样不同的专业 我自己呢 是在化学取得phd以后 做过几年博士后 然后呢 又在Georgata Law School 取得的JD学位啊 那当然对我自己来说呢 这个前后花了很多年 那现在呢 新一代的留学生 专业人士啊 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也有更多的信息渠道 那有可能呢 可以缩短这个进程啊 可以呢 有更好的 这个发展的方向啊 这样呢 那你可以成为 复合型人才 是吧 那你没有任何地方说 一个人 只能学一个专业 从一而终 是吧 那不是这样 那在美国 你可以转换专业 你可以先后学不同的专业 然后呢 那也可以 这个 用以前取得的成果 来帮助你 取得EB1 NIW的批准 实际上呢 我们有不少客户 就是这样的 有的人呢 在转行以后 或者在转行前夕啊 在这个 原来学的是Science 包括Physics Chemistry Material Science Biology 等等 后来呢 那他又去了 Wall Street 或者说 Investment Form Law Form 或者呢 其他的呢 Utility公司 这个金融公司 保险公司 银行 或者是别的 这个地方 这个作为 Industry 这个Trading Company 这些地方工作 那这些工作呢 也有可能还要继续用到 他的专业知识 比如有的人呢 做的是 制药生物公司方面的 这个财务金融的分析 有的人呢 做的投资啊 也和他原来的工作有关 比如我们有一位客户 原来学的是核工程 但是后来呢 他去了一家电力公司 做矿 Trading 但是呢 那电力公司是能源公司 和他原来的 学的核能 也有一定的联系 总之呢 如果你能够联系上 讲到说 你能够怎样用到 此前的这个成果 专业 成就 用于此后 包括将来的这个工作领域 那么对于你办理旅卡 也会有帮助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强调的是 同一个人 你可以同时 或者先后 学不同的专业 那你原来花了时间 精力 取得的学位 获得的成果 仍然可以对你有用 如果我们说的直白一些 有的哪怕作为敲门砖 或者英文叫 Stepping Stone 对吧 来对你呢 这个都是你自己的成果 你自己花了功夫 取得的这些资质 成就 仍然可以用到 对你拿到绿卡 这个career plan 发展可以有用 这样呢 同一个人 可以更好的 balance 说你的这个 高薪工作 和绿卡签证身份的需求 当然如前面提到 如果是配偶双方 也可以互相支持 总之呢 我们看到了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那这方面呢 各种机会还是很多的 实际上呢 过去若干年里来自中国 许许多多的留学生 访问学者 专业人士 还是由无数人在美国取得了 很好的成果 这个呢 我们律所 在为他们办理绿卡的过程中呢 也有各种实际的这个例子啊 有这个亲眼目睹 这样的情况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留学美国 怎样拿到绿卡 和高清工作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